HELLO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天的Jillman Starcraft 我是星海鑽巴 專業賽評Jillman 那大家 看這個畫面 大家會注意什麼東西呢 我知道大家其實不太會注意我啦 注意到的應該是我身旁的眾多的電競滑鼠還有電競鍵盤 那其實大家如果平常有在接觸電競的話 都知道我身邊的電競滑鼠跟電競鍵盤幾乎是最知名的幾家廠商了 那其實呢 之後我會陸陸續續的為各位帶來各種不同的電競廠商的一些開箱 還有實際測試 還有跟其他廠牌的比較 那其實我會希望說 一來其實我平常常來講解新海鎮巴 那之後呢 我會想要為各位帶來一些商品的展示 當然是想要推薦大家一些不一樣的電競產品 然後讓大家實際去使用看看 那這樣子的話 希望可以大家就是在選擇滑鼠 選擇鍵盤 或是在選擇其他更多電競周邊商品的時候呢 會有比較多的這個概念 那今天我們的主角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為各位帶來的是這一隻 黑衣真砂 英文叫做Azulus Mini 是一隻非常獨特的滑鼠喔 那當然 我們馬上會帶來實際的測試的畫面 還有它的一些特色的簡介喔 那想好不多說 我們馬上就進入這個實體滑鼠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 馬上為各位帶來實際滑鼠的介紹 還有一些細部功能的解釋喔 大家看到好 我手中的是一隻尺喔 總共是20公分的尺 那在介紹我們今天的主角Azulus Mini的之前呢 要先為各位介紹Azulus Azulus它的中文商品名稱叫做黑衣紗 那黑衣紗的話 其實先為各位介紹一下 黑衣紗其實它是比較 黑衣紗跟黑衣真砂 這是 英文是Azulus Azulus Mini 等於是說 這隻Mini是Azulus的縮小版的這種感覺喔 那我手面這隻尺嘛 那其實稍微量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黑衣紗的這個長度差不多是12.5公分 那這隻Azulus Mini呢 則是11公分左右 那 結果沒有我自己本身是175公分身高 所以我的手的長度其實算是適中耶 沒有說太長或是太短 那你看吧 我按 我的手放在Azulus上面 其實 還OK 但是有一點略顯太大喔 那 再放在Mini身上呢 其實就剛剛好 所以呢 我是建議各位 就是 不管是滑鼠或是鍵盤 尤其是你要打電競 你想要真的把它打到好的話呢 我都非常建議各位 當然開箱是一個參考 但是 非常希望各位 直接去實地 你可能想要買TT的 就去TT的攤位 想要買Racer的就去Racer的攤位 然後想要買SS的就去SS的攤位 直接實地去用 我相信他們都會很熱意讓你們試用 你就去握握看 然後去打打看 然後看那個感覺怎麼樣 那當然這個開箱文呢 是希望可以用最短的時間 先把這支滑鼠的特色都直接介紹出來 那接下來 就回到我們重點 今天的AZUGUS MINI了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個一眼的印象 其實是很簡約的設計喔 它是一個左右對稱的滑鼠 那其實現階段 目前世界上知名選手 他們在選用自己的電競滑鼠 尤其是在即時戰略 RTS這一塊當中呢 大部分人都是使用所有的左右對稱 那左右對稱其實有蠻多的優點 那左右對稱有什麼優點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用右手 右手 左右對稱 右撇子可以用 這一定是OK的 那左右對稱 左撇子呢 當然也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基本上呢 不管是左撇子或是右撇子 使用這樣子左右對稱的滑鼠設計 是相當的習慣的 那另外一方面 為各位介紹它的外型喔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它的滾輪 散發出這個還蠻奢華的紅光喔 那這邊呢有一隻鬥龍 鬥龍呢 不是那個鬥鬥龍的那個鬥龍 鬥龍是戰鬥的鬥 就是說要FIGHT的那個鬥龍 算是TT的一個靈魂的這個LOGO 那可以看到它這個時候按 然後它是一個呼吸燈 就有點像是你的手機 有時候收到簡訊 它會有一個慢慢提醒你的這個呼吸燈 相當的有趣的設計喔 那好 接下來呢 就是大家可以聽到這個清脆的滑鼠按鍵的聲音嘛 那其實我特別的問過專門在研究滑鼠的一些玩家 他說呢其實這一隻滑鼠呢 是使用所謂的歐姆龍裡面的零件 就是按鍵的這個部分裡面的零件 是在鍵盤滑鼠廠商當中相當有名的歐姆龍喔 那其實對我來說這只是一個品牌名稱 當然玩家就是這個專業的人跟我說這是一個名牌 其實對我來說其實這都是浮雲嘛 我覺得重點是點起來是什麼樣的感覺 那我真的實際下去點 大家現在只能聽到聲音 可能沒有辦法真的感覺到我點起來是什麼感覺 但是我目前點起來其實是相當軟相當清脆 非常好做點擊喔 待會我可能也會為各位帶來實際的影片操作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樣圈選邊的時候好不好圈選喔 那稍微比較一下 我會覺得Mini它的歐姆龍裡面是歐姆龍的這個按鍵的零件 所以相當的好圈選 相當好圈選 那另外一邊呢 則是它的這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側面 其實側面的設計也相當簡單 側面就是一個簡單的防滑條 防滑條的話當然是讓你的大拇指還有無名指 更容易的掌握住這一支滑鼠 因為畢竟我們在電競操控的時候 有時候一緊張會流汗什麼的 那更容易的可以掌握住這一支滑鼠 而且可以注意到我前面提到 這一支滑鼠其實相當簡約的設計 所以其實它的側面呢 並沒有任何所謂的側鍵 那其實有些電競滑鼠它有側鍵 主要是因為說我們如果在打 魔獸世界之類的那種MMORPG 可能會需要所謂的聚集的功能 我可能按一下就可以放一條法術 但是其實在即時戰略是比較不需要的 那你如果沒有側鍵的好處 第一個當然是沒有側鍵 它的滑鼠會比較便宜一點 那另外呢沒有側鍵的話 你在會戰的時候一緊張 有的人一緊張大拇指或無名指就會失利 那失靈如果有側鍵 可能就會不小心按到 那你如果同時間有玩魔獸世界 又有玩星海爭霸 那你按到側鍵 趕快你側鍵本來是有設一些聚集功能 按到可能就會導致你的 在即時戰略當中的這個操控上面 會出現失誤 所以說呢沒有側鍵 其實它的功能性當然會少一些些 但是往往在即時戰略當中 其實又不太到側鍵了 所以我也會建議各位玩即時戰略的玩家 盡量選用這種比較簡單的鍵盤喔 而且這個防滑甲握起來很舒服喔 可以第一時間的來精準的掌握住這隻滑鼠 好的那這就是這一隻Azus mini 稍微簡單的介紹 那接下來我會為各位帶來同等價位的 好那馬上為各位帶來同價位的 三隻滑鼠的比較了 那三隻滑鼠分別是哪三隻的 當然第一隻就是 剛剛花了蠻多時間介紹的Azus mini 那第二隻呢也是最近容易大力在推的 賣點相當好 Miko 那這一隻呢 則是RAZER也是賣得相當不錯的 低於狂色喔 那可以注意到我前面有講過即時戰略 現在主流 都是使用左右對象的滑鼠 你可以注意到 這三隻呢 其實都是主流對象的滑鼠 而且價位差不多都在一千塊錢左右 其實並不貴 那 我會推薦各位如果想打即時戰略的話 可以首先的來考慮這三隻滑鼠 那先比較簡單比較一下這三隻滑鼠的差別 首先是DPI 所謂DPI就是滑鼠的這個 這個優移的時候敏感度的調整 那Azus mini 調整的方式呢 是直接在下面有一個按鈕 那最低是400 最高可以調整到1600 那ZoWii的話呢 也是最低是400 最高是1600 但它調整方式相當的方便喔 不過只要按住左鍵跟右鍵 然後同時滾輪上下呢 它就可以調整DPI的這個大小 而且呢 隨著DPI的大小的不同呢 它中間的顏色其實是會變的喔 總共有藍色、粉色、還有這個紅色 當然紅色就是比較高的DPI 那這一隻 Racer的地獄狂蛇呢 它的DPI可以調到高達 3500 最低是450 最高可以到3500 不過調整方式一樣跟 Azus mini 一樣的 直接的在底部的這邊用按鍵來做一個調整喔 那其實DPI就影響到說 我的滑鼠 由於一樣的距離 這個螢幕上的鼠標 它你越高DPI 它滑動的這個 程度會越大喔 那這是DPI的部分 調整DPI部分 那在調整DPI部分的話 我個人其實是 比較喜歡Rovid喔 因為其實 這個調整相當方便 相當酷喔 那接下來呢 是按鍵的部分 按鍵部分我剛剛講過了 因為這個Azulus mini 是歐姆龍嘛 其實按鍵相當的清脆 相當好按喔 那我們按下Rovid 那Rovid 按起來的話 我的感覺是 跟Azulus mini 比較起來的話 它是比較有一點 硬 但是其實它力回饋感覺也是不錯 硬一點 但是力回饋其實不錯 所以這樣子 代表什麼 代表說如果你是在會戰的時候 或是在玩遊戲的時候呢 會比較激動的話呢 你也可以來考慮使用走位 因為它可能 因為有時候你 太大力的話 可能 這個感覺會需要 比較硬一點的 滑鼠 那走位是不錯的選擇 那地獄狂蛇我來按一下 地獄狂蛇的話 其實 也是比較軟 它的這個軟 軟跟清脆的程度 其實感覺跟Azulus mini 是部分宣制的 所以這部分 是在按鍵 好按肚之三次的差別 那另外 要為各位介紹這個滑鼠大小 我前面提到過了 我本身是175的身高 會滑 手掌大小其實是適中的 那我們可以放到Azulus mini 是相當適合的 但是你看喔 我的手掌 如果放在柔衛的Miko上的話 其實 要如果這樣子靠著 就要後面多一塊 這樣靠著 手指就多出來 所以其實有點濾顯太大 所以這一隻Miko的話 會比較建議 如果你手比較膠小 或是手指頭比較短一些的話 也可能比較適合來選擇Miko 那當然也是實際的去按按看 會比較準確 那這一隻第一黃蛇 它的這個滑鼠的身長 其實跟Azulus mini 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也是很適合 我這樣子的一個身高 這樣子的一個手掌大小 那以上就是三隻滑鼠的簡單比較 其實我覺得 所謂的開箱文 不一定代表哪一隻滑鼠 就一定比較好 而且畢竟我前面講過 這個滑鼠是個人要使用的 所以這一個 一定是要自己實際去打打看 那如果是在1000左右的價位 而且你又是打機師戰略的話 我會非常推薦這三隻滑鼠 尤其是前面提到 這隻Azulus mini 是TT最新的一個產品 所以大家之前可能沒有使用過 那如果之後想要買新滑鼠的話 也可以來多多考慮這一隻 當然另外兩隻也是相當 不錯的滑鼠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產品分享 那接下來我以後有機會 會帶來其他不同的產品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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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